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使用Navago交通卡和巴黎博物館通行鎮 就可以用最省錢又划算的方式玩騙巴黎 今天我們要去距離巴黎約20公里遠的凡爾賽鎮 搭乘地鐵轉RRC加上步行大約一小時就可以抵達 趕到凡爾賽宮才早上8點多 門口已經聚集不少遊客在排隊 來車裡使用博物館通行鎮也是要排長長的隊 但是可以省去排隊買票的時間 凡爾賽宮是巴黎必去的重要景點之一 前身是法國國王路易十三的狩獵城堡 之後由太陽王路易十四 下令改建成華麗宮殿 以古典主義風格建築為主 一走進就看到挑高兩層樓的皇家禮拜堂 繼續走會經過展示許多大理石雕像的長廊 走過長廊開始各個房間的參觀 還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園 內部裝潢以巴洛克風格為主 少數廳堂為洛可可風格 每間房間的華麗程度讓人驚嘆不已 靜庭是凡爾賽宮最著名的廳房 裡頭相當奢華無比 一側是由十七扇面向花園的巨大落地玻璃窗組成 另一側則是由357面鏡子組成的巨大鏡面 將房間金碧輝煌的牆身 和翼排排閃爍光芒的波西米亞水晶吊燈加以輝映 窗邊還有大型女神竹台 天花板有巨大歌頌太陽王功勳的油畫 窗外庭院產用法式園林風格建造 真的不愧是世上最華麗的宮殿 參觀到一個段落肚子有點餓 我們就先到大理石院外面 吃從民宿附近麵包店買來的午餐 大理石院以粉紅色磚樓和法式高角頂為特色 深藍色法式高屋頂配合金色邊緣的老虎窗 建築彩左右對稱輪廓整齊莊重而雄偉 當時引起歐洲諸國仿效 吃飽喝足後我們又進去繼續參觀 每間房間都有不同風格 陳列各式藝術藏品和豪華家具 更為美人美奮的宮殿增添不少華麗色彩 參觀完宮殿原本打算再去花園走走 走到花園路口處才發現還要另外付費 而且天氣太熱了我們就沒有再進去 結束短暫凡爾賽宮的奢華之旅後 我們最後回到軍蟹廣場 看著乘坐在馬上的路易十四雕像 想著如果沒有它就沒有現在的凡爾賽宮 依稀記得兒時曾看過凡爾賽玫瑰的卡通 從沒想過我們有幸親眼目睹奢華的象徵 準備回去巴黎市區繼續下一個行程 雅力三大三四橋 是巴黎最美最華麗的一座橋樑 橋上有新藝術運動路燈天使仙女 和兩端的飛馬雕像著實美的不像畫 連接巴黎右岸的香蟹綠色大道 和左岸的愛菲爾鐵塔地區 巴特寶 賽納河公車式遊船 持Namego交通卡購買一日券 一人只要11歐 就可以搭乘巴特寶 沿著賽納河前進 最方便的就是乘客可以自由的 在九個登船口上下船 隨心的探索賽納河兩岸精華的 觀光景點和古蹟 天鵝島 在那河中央的一個人工島嶼 島嶼上有一座美國回鎮的小型自由女神像 大城遊船千萬別挑天氣太熱的時候 因為船內沒有冷氣 只有頭頂上有開窗 但風進不來 彷彿自身在烤爐之中 如果你不想中暑一定要慎選搭船時間 真的太熱了 我們就先在羅浮宮下船 進去吹冷氣消消暑 順便使用比較快速的免費WiFi 因為我們要趕在搭機前48小時 辦理阿聯酋線上登機手續 還有預辦登機選位 希望可以選到窗戶的位置 解決重要的線上登機手續後 我們終於可以悠閒自在的二訪羅浮宮了 漫步於金碧輝煌的黃絲套房裡 極度奢華程度不輸凡爾賽工業 我們當時使用巴黎博物館通行證 每間博物館可以多次進入參觀 但從2019年7月開始規定 每間博物館只能入場一次 很可惜這麼優惠的方案已經沒了 沒關係 法國大部分知名景點還是有省錢的消撇步 就是可以利用博物館免費開放日去參觀 像是每月第一個星期日 法國國慶日 以及9月歐洲文化遺產日會免費開放兩天 如果那時候剛好待在巴黎一定要好好利用 還有18歲以下青少年 和26歲以下居住在歐盟國 可以免費進入部分巴黎景點 真的可以趁年輕去歐洲旅行 旅途中可以用更經濟實惠的價格體驗一國生活 增加自己的視野與勇氣 可惜我們知道這些資訊年紀已經超過了 美麗綻藍的天空覽上夕陽橘紅色 好想看看玻璃金字塔點燈的樣子 我們一直等到晚上10點天空還是沒有變黑 又等了好一會天空漸漸暗了之後 羅浮宮呈現不一樣的氛圍 金字塔的燈光終於亮起了 好美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 也為我們去年紀錄金字塔點燈